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些垃圾短信很多人非常的烦恼 说想不要看它 想要退定 还不容易退掉 那么对于这些垃圾短信到底应该怎么处置 这些垃圾短信泛滥又该谁来担责 谁应该来监管这件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 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窗幕墙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话题背景 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 浏览时却发现是一条垃圾短信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如今垃圾短信的类型越来越多 在购物网站上买一件东西 后续的推广广告就分支踏来 培训 理财 卖车 卖房等商业信息数不胜数 还有一些是恶意的诈骗短信 在不少商业垃圾短信的最后 会写着退定可回复TD或T 但近日成都有媒体以商家名义 暗访短信代发平台 得到的答复是 退定回T只是一个形式 营销类短信按照相关法规 必须在内容中加入类似字样 但实际就算用户回几百遍T也没用 好 对于垃圾短信真的是太多的话 会影响你的生活的整个的秩序 那如果想退真的是退不了吗 不知道老受遇到这种情况 是采取什么方式 这个我是基本上一天要收到十几封 是肯定有的 对这种垃圾短信我只能说三无 第一是基本无用 对我这种受害者确实是无奈 有关管理部门确实看事无为 那怎么办呢 我起初还会很乖的学他什么TD 然后给他发回去 就好像真的也还是经常收到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监管 然后几年前人家有给我告诉我说 有一个网站是政府顾门的 12321 你可以编这个 然后把这个垃圾短信发过去投诉 这是政府一定会受理的 我也尝试过试过了 可能两年前吧 结果好像也是没有消息 我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很无奈 也不知道你的举报或者你投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结果是怎么样 而且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这种感受 我们只能说瘦着 好身边的人我们再看看 身边的韶峰是什么感受 对对对 我发现没有一个不惦记着我 什么滴滴打车啊 特别是那个什么双十一的时候 我所有浏览过的店铺购买过的商家 没有一家忘了我 你们都在 都发来短信问候你 对对 然后会告诉我 给我各种承诺 还有各种邀请 有的是在半夜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睡着了 突然间滴滴滴滴滴滴滴 他会告诉你 因为我本来一开始很高兴 因为说哪个朋友现在要奠记着我 结果一看全都是这些卖家 提醒你他们降价了 没有他告诉我说某某某 我还会知道我的名字 你真的都已经什么什么东西 你都背齐了吗 再过半小时 你错过了 就得再等一年啊 等到明年双十一再见 你是不是饶了 所以真的是很没有底线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这个东西要不要整治 当然要整治 第一个他很饶名 对不对 你半夜计较这样 第二个个人信息陷入 他都甚至知道说 不仅知道我的电话 知道你某某某 生日 对刚刚林志明也给我看了 说生日都有人惦记着他 其实生日他都过了 他会一直想着 明年要再给他过生日 还有第三个 你损害我们的公民的合法的权益 对不对 我们有不被骚扰的权益 而且你根据工信部的 那个什么通信短信 这个服务信息的管理规定 实际上你是要征求 我同意不同意 然后你再发给我 现在是你先发给我 好吗 一股脑的发给我 然后再说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可以来退订 还不是说好不好退订的问题 人家关键他发的时候 他觉得他不是在骚扰 他给你提供这个有益的信息 给你提供相应的服务 告诉你打折了 对不对 怕你错过 对 其实呢 时代已经变了 现在有了微信以后呢 我们基本上都不发短信 我记得过去没有微信的时候啊 过年还得花一百多块 发那个半年的短信 现在基本上一条不发了 就是用微信群发过去就行了 所以说呢 短信对我个人而言呢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我已经在几年以前嘛 我就把短信的这个提示音啊 给关了 所以你现在给我发短信 我是听不见的 我要拿起手机 要看的时候呢 打电话 才能看得到 而且可以教他 如果怕半夜被提起 提示音就醒了 就把这个声音关了就行了 也不必要去看了 特别是对我个人而言啊 就是说 应该是也没有朋友 或者说呢 有什么业务上的联系 需要呢 唯一用这个短信 来给我发这个通知的 不必要了 所以我也不看 这样子呢 我觉得说完全无视他 让他退出这个时代 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不然呢 你说你说 这个回个什么退订 退订的话 你发退订本身 你要花一毛钱 然后呢 你发退订 你要花时间 这个时间对我来说也是钱 何况是我退订过去 这个短信 发过去了以后呢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退订 有效 没准 我发了退订以后 他才发现 在这个号码段当中 我这个设计是活跃的 你是活 你是在意 这个短信的 他是 他是号码段群发的 就不知道这些个号码段里面 哪些人是活 哪些人是活 哪些人是蠢服的 你一回他知道 找到组织了 找到组织了 还真可能是这样 所以呢 据这个成都的媒体报道说 退订回T 可能收到的是反效果 甚至是带了一些风险 来看一个短片 民间信息安全组织 网络尖刀创始人 屈子龙建议 对垃圾短信最好不回复 或者将对方号码 加入手机黑名单 用户的退订回复 有时反而会被后台认为 是活跃用户 此后有可能不断升级 推送频率 还存在一部分不法分子 会在后台设置参数 用户回复T进行退订 后台实际执行的 可能是同意 注册等操作 可能导致用户个人信息 遭到泄漏 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如果联系通信运营商 进行短信拦截 则可能造成误伤 不该收的没收到 该收的也没收到 好 那对于这样的垃圾短信 韶峰会不会说 另外一种操作方式 像刚才说到的 拉黑名单 那这样子 你就接收不到 他的这种垃圾短信了 好 你想啊 熊志 我们先不说 我一天收到几十条 我们就按老售 一天收到十条 等于我要花 而且都是在你 很恶劣心情的情况下面 因为你要去拉黑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比较 手很抖 是是是 是要扭曲的 对 好 不说一毛钱 这个首先我要花一毛钱 第二个我要生气十次 这还是十次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大家看看我们 有没有可能做到 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 那个某个手机啊 安全 软件 每天的这个拦截的 这个垃圾短信 就是一日啊 达到了1.9亿次 他仅仅拦截掉的 每天1.9亿次 太可怕 这个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所以只是说林志明不受影响 他关闭了 但是不表明说他没有接收到 但他存在里面了 他收到了 对 我要定期删除了 还是费事 所以我想说 我们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 我讲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短信群发 据说效益可观 他有算了一下 就是对运营商来说 不是对运营商 对 发出去 他就能收钱 对 据说六分钱一条的话 利润是四分钱 利润是四分钱 那么发送一万条信息 你用不了十分钟 用不了十分钟 你就花掉了一万块 第二个 对商家来说 他以为这是最直接的 因为我们点对点 商家会觉得 我与其拉一个新客户 还不如我就点对点 对着林志明或者老受 第三个 还有一个刚才确实雄志 你刚才已经提到 垃圾短信确实很难界定 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看广告 他就是服务信息 就想打折的信息 早点告知 马上上网再去 所以但是这个怎么办呢 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 可以 我们可以学一个APP APP用个什么办法 叫做前置的选择权 我给你一个选择权 也就是按照 我们工信部这个条文 为什么很流氓 不是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说值得商榷 是因为是他没有给你 一个先置的选择权 什么叫先置选择权 就是说当我开始 在任何一个电信平台 电信商平台 我在开始注册 我的手机号码的时候 实际上我就应该 有一个条款 就告诉你说 不仅给选择权 你以后愿不愿意接收 或者是不认识的人 或者不在通讯录的人 我一律谢绝 对 而且把这个选择的 优先级别提前 APP线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可以随时修改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 那就是因为短信 它不是在APP的平台里面 我说的是 但是我们可以在电信商 电信商的时候 当时就应该给我们 一个前置选择权 这里面可能也会有问题 现在很多这个垃圾短信 它不是通过 就是后台 就是来电显示 是一串号码的那种 它也有采用 就是常规的这个手机号码 给你发这个垃圾短信 通信用人员 他要跟我联系的 那我这样子呢 我就把它筛减掉了 这个就有问题了 那如果说你打算 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你其实不需要 到运营商那边去处理 你直接在手机里面 就可以把非通信用的 这些人的这个短信 全部屏蔽掉 但是呢 这里面可能就 对你的业务来讲 你还是会受影响 对 你还是得一一地 花时间去 所以我们要说 这个垃圾短信 为什么会泛滥 根源是不是就像 刚才韶峰提到的 对于各个运营商来说 电信运营商来说 有利可图 我干嘛要去花力 去把这些钱拒之门外 我觉得这三大一零商 首先要拷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这种 他们有一个分账机制 有一种是分账 有一种就是包的买断的 就是我多少钱 多少万 我可以发多少 所以他就拼命发 因为他成本最低 所以我觉得工信部 在这个时候要起到 监督这三大运营商的功能 那我在想 就像韶峰接韶峰的话 我们每次去办一张卡 哇 可能要填四五张单 对不对 为什么他就 这一个那么需要的 他就不让我们填一项说 我季节你 勾选一项 对勾选一项 为什么不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 你三大运营商 整天说你投多少钱 在后台 对不对 一有什么事 就到后台去 你能不能放一个平台出来 然后接受你的用户的投诉 我把受到骚扰的短信 什么全部投诉上去 然后工信部 你派一部審查员吗 你来審查 你是怎么处理的 对不对 三大运营商 你投诉多少 这个平台 你是不是要学 我们学国外 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 我们可以学 对不对 直接把这个号码灭掉 不让你上网 不让你用 对不对 好的 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参与的情况如何 鲁耶他说 视而不见 直接删除 退定 太难了 以绝大部分客户的时间 精力技术水平 根本没法和商家 及其背后专业技术公司玩 也就是说 你去什么退定 举报 什么东西 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干脆 干脆就是直接删除 那删他说 有手机的人 无一例外都会遭此困扰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我泱泱大国 各种高科技那么发达 竟然对垃圾短信束手无策 到底是真没招 还是真不想出招 欢迎大家继续在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对于垃圾短信这件事 您怎么看 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 说说您的想法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 一门川幕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那么到底谁该为垃圾短信 泛滥来负责 为什么这一种垃圾短信 防不胜防 是不是说 咱们这个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方面 约束力不够呢 听听您的律师 这个法规方面 它的制定确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你规定说 如果我收到这个短信了以后 我有权决定 是不是要继续接收 你要先问我是不是同意 然后我来表达一个意见 这本身就有问题 就是你在发 问我同不同意的这一条短信的时候 你本身就对我构成了骚扰 这个就是很有问题的 那其实它这是一个规则设定的问题 它的这个规则设定呢 它设定成有利于运营商 也就是说呢 我运营商呢 不管你谁到我这边来发短信 我都收钱了 只要发短信 我就有利可图 在这个时候 运营商它去抵制垃圾短信的积极性在哪里呢 没有 对 你如果说呢 要从经济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你发一条短信呢 要定价 要定成两毛钱 那么运营商 他还收他的一毛钱 对吧 收短信的人呢 用户还收一毛钱 他还收一毛钱 那么在这种规则之下呢 这个就很好了 如果我们是认识的 我短信发给你 你短信发给我 我们这个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各自收一毛钱 我们之间我们账是平的 所以我们谁都没蒙受损失 对吧 我给你发短信 你赚了我一毛钱 你再给我回一条短信 我又赚了一毛钱 我们是平的 电信赚了 对 那电信它本来就赚了一毛钱 这就好了 对吧 但是呢 对于那些 就是发垃圾短信的人来讲 你垃圾短信发给我 我是不会回它的 所以我就赚了这一毛钱了 你给我发十条 我就赚了一块钱 这样子我就 去买十把手提十个 这个十 你不要看这个十 然后专门每天接受 我们微信红包里面 一毛钱一分钱都不嫌少的 这个也是很可观的 这个就从经济上 你就杜绝了 它发短信 发垃圾短信 来骚扰有利可图的 让它增加成本 把它逼退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很难做到 我们刚刚就讲了 说你现在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实在是 有这个高额的利润 驱使着这一些平台 各种平台 它来做这个 那你成本增加一倍 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大家的手机拿出来 你们去促销短信 我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 基本上促销短信 基本上都是106开头 106开头 106开头特别多 106开头的这个号码 利用的就是 短信端口发送的信息 是什么意思呢 这类最常见的垃圾短信 一定都是通过 运营商平台来发送的 所以你要打板子很容易 比如说我们其他的 我们就不说了 我就找106的 我直接板子 就可以拍到运营商的身上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发送一万条以上的信息 每条六分钱 那个利润是 4分钱 也就是说 群发短信的那些人 不到10分钟 就能净赚400块 那对啊 那你如果引入我这个机 他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得另外再付一毛 他就会破产 成本就多了 对 我看这个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 我们刚才 我刚才前面有举个APP的例子 刚才林志明 我没说清楚 就是我们现在在APP 我们如果要一下载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选择 你是不是愿意接收未来APP给你的推送 APP是有很多推送吗 他会先给你 可是我们在去手机路号码的时候 就跟老硕说的 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你 我们要填一堆的单子 可是从来没问你 你未来是不是愿意接受 而且你还可以随时修改 你就有这个 也不足以杜绝 没有用的 对 还是立论 利益 还是利益在里面 而且很多人不懂得去把它勾起来 或者把它免勾掉 对 这里面你要考虑到 老太太不懂这些事情 而现在目前的 收短信的很多都是老太太 都是老太太 是的 好的 现场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关注 垃圾短信 怎么退订 怎么拒绝 到底谁来管这个事 一会儿回来 二零一把军事科技 新鲜花来了 歼三十一 歼十五 九九A处战坦克 一龙无人机等仿真重机 全国首发 更有辽宁店内部威尔体验 虚拟跳伞 飞行器模拟驾驶 九五式机枪实感射击 燃爆体验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坐标会战中心 能到轻车运售 先抢先得 线上购票 公众号蓝店 侠侣亲子游 游乐网 线下购票 游政各知局网点 网购 理财 买房 借贷 垃圾短信 不请自来 你感到困扰吗 退订回剃成摆设 板子该打给谁 除了让手机用户 忍耐与拉黑 对付垃圾短信 还有招吗 TVTOW欢迎亮剑 垃圾短信退订 套路难破吗 好 回到正在直播的TVTOW 继续来关注垃圾短信 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来杜绝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门窗木槍武警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说到对于这个垃圾短信 或者是对于短信的运营商 它的这个监管来说 其实相关的法律在2015年就有了 来看一下 工信部2015年颁布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18条提到 短信息服务提供者 短信息内容提供者 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 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 请求用户同意接收商业性短信息的 应当说明 你发送商业性短信息的类型 频次和期限等信息 用户未回复的视为不同意接收 用户明确拒绝或者未回复的 不得再次向其发送内容相同 或者相似的短信息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对通过其电信网 发送端口类商业性短信息的 应当保证有关用户 已经同意或者请求接收 有关短信息 好 刚刚短片当中 其实说到的主要是 管理规定当中的第18条 如果说违反这18条的话 第18条的话呢 那么还可以除以罚款 是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且向社会公告 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过 相应的公告 就是对于 垃圾短信这种 随便来发 然后进行相关处理成 这个罚款的这种公告 听听老授 我从来没见过 所以我希望说 应该要有一个这种 网络上的平台 对不对 让我们去知道 我们所有的投诉 是不是有回应 我刚才介绍了12321 我最详细说一下 12321是什么一个组织呢 它是网络不良 以垃圾信息 给报受理中心 这个中心呢 是中国互联网协会受理 受那个公信部委托办的 所以它是很权威的 然后我以前有试过 但是我不知道 怎么用呢 现在QQ 微信 跟支付宝里面 都有这个功能 你只要点进去里面 它那个城市服务 城市服务在点进去里面 菜单里面 还有一个投诉受理 点进去你的 你个人的电话号码 发过来的那电话号码 它的内容你复制 直接发过去 OK到这边就完了 但是我觉得 我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最后怎么样 如果它后面 这个信息中心呢 如果后面有一个 全国性的一个平台 那么好 我随时可以上去 我投诉的 它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号码 这个信息是有多少人投诉了 结果是怎么样 一个处理意见 哪怕说 它罚了一万三万 它在上面显示出来 那我就清楚了 有罚了 对不对 这就没有啊 就差在这边 所以就是有规定 有约束 但是呢 对于这种行为的 依法处置的结果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这个还不是 大家没看到的问题 首先是 它这个制度呢 本身就不对等 它发垃圾短信 给我的时候 它是通过端口发的 是通过群发的 也就是说呢 在眨眼之间 还不到一秒 它可能就发了 几百万条了 那么我要去投诉它呢 按照老受讲的这个 我可能要花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如果是老人家的话 可能一个小时都搞不定 那么在情况下呢 我们的时间 难道不是时间吗 我的时间难道不是钱吗 如果说呢 你要求我都去这么做的话 你到时候罚的那个 一万两万 我又一毛钱都分不到 我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 这样子对我的伤害 比我收到那条短信 那个哥邓医生 还要伤害还要大 所以说呢 这个制度设计 它本身就是不对等的 要解决垃圾短信的问题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收短信的人 也能赚一毛钱 这个才是这种解决办法 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 你说啊 我们技术层面 我想我们现在 随着这个大数据的发展呢 以及什么 我们人工智能的普及 我要辨别 要识别 要过滤 掉这些垃圾短信 说句实话 对这些电信运营商来讲 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凭什么把这个责任 分配给我啊 对不对 还又没有赚到一毛钱 对啊 还有一个你说 应该是我挤报一个 有一百块才对 你罚的钱全归我 对啊 你说我们08年 工信部其实就开始在整治 专项行动在整治这种垃圾短信 到现在为止 你看到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没有我们短信越来越多 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用短信了 好像没那么容易骚扰到我们 我们有没有见过罚的 没有 但是国外有没有罚的 真的有 美国14年的时候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他就对美国的通信巨头 叫做威瑞森电信 开出740万美元的罚款 为什么 当时有大概200万个 这个新的 这个威瑞森的电信手机用户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没有告知权 没有告知的情况下 参与到这家电信运营商 提供的商业促销活动之中 后来被美国的 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监管到了 就开始对他处于740万 他就是没有提前告知 这个对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们的运营商是国企 你把它罚亏损了 还要由我们纳税人 来承担这个责任 而你罚的那个钱 我又分不到 你何必呢 所以说你这个罚款 根本就在我们中国 就没有达到这个效用 这真的是很难接 它是国企 你要注意 你说到这个美国的做法 其实还有像在德国 他们是如果说 发送广告短信的话 必须要征得用户的 书面的一个同意 而且每天晚上9点 到第二天早上8点 发送的广告 还要经过再次的 争得用户的同意 那么这个就是 对于用户的尊重 是到了这个比较高的 这么一个程度了 那各位觉得 这样是不是可以借鉴 咱们来约束 我们的这个 垃圾广告的泛滥 你要争得我同意 你就要花我的时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首先你给我发争得 是否同意的 这个短信的时候 就已经对我构成骚扰了 那要怎么做呢 这个发短信给我 你要分我一毛钱 就这个 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某个都把你解决不了的 因为我们是国企 要不然就在签订用户核动的时候 还是我觉得还是客观来说 致命这个 当然是 还是我刚刚讲的 还是要给我们一个 潜质选择权 当我们手机 跟某个电信运营商 在绑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就应该签这个协议 如果你违反了任何一个协议 我没同意的时候 你就给我 发短信 我马上就可以去告你 但是现在所大部分人 都有了手机 要大家再重新去 再去签个合同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可以补救这一款 其实可以 你要不要做而已 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 那个三大一零商说 现在有一个新的 什么活动 你要不要 要它后台 马上给你开通 对不对 你也可以说 我们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 更好的文明 经商 我们开通的这个 拉击短信推进 或者拉击短信 那个奖励 对不对 有钱 你要不要 你这106的收不收 对 要的话我就可以开通 我早早翻 我一天就专门 那就是戏剧 技术上没问题 对 技术上没问题 能力上是毫无问题 技术上没问题 还关键是在 关键是我们赔给他的钱 关键要不要做 想不想做 有没有意见 压力让他重量 感谢观看